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是多云多的全息地產經紀 歡迎來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今天邀請我的朋友小樂 過來跟我一起拍一個影片 你已經過來了一年了 生活習慣嗎? 適應 適應 這個冬天我們有落很大雪 完全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開車也可以 開車就麻煩一點 你有沒有運動天胎? 沒有 記住一定要運動天胎 為何今天我叫他上來 就是因為他用香港的車牌 換回Ontario的車牌 其實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或者客人都會問我 怎樣換車牌的東西 我都問過他很多次 我永遠都不記得 所以我就決定今天拍這個影片 你覺得這個影片 是可以幫助到你身邊的朋友 可以分享出去 還有記住這個影片 只是適用於安大略省Ontario的開車制度 其他省份你要自己去做research 那你在香港過來 有沒有什麼要準備好呢? 是的 我很失策 那時候就沒有做到 不過呢 過來之前 就一定要去香港運輸署 如果你有車牌 香港車牌的話 就一定要去香港運輸署 拿一張 form 填了TD320 TD320 這個就是 純粹證明你在香港有多少年的車牌 經驗 那我自己就申請了國際車牌的同時間 因為都是 很好是去運輸署 即時就拿到的了 那就方便 過到來 如果你沒有加拿大車牌 你也可以用國際車牌 駕駛車 即租車 是的 可以租多久的 這個時間 國際車牌寫的年期 其實有一年 一年 即是都有時間 不需要一到駕駛車牌 就立即急著去校車牌 就算你急著去校車牌 都要很長時間 所以我就知道時間很長 所以就考 即是拿了國際車牌 聰明 是的 拿完一張 form 過到來這邊 咦 或者我應該說一下 Ontario這邊的車牌制度 我們這邊一共有三個市 G1就是考不市 G2就是考小路 大路 不包括高速公路 還有它會考你怎樣去parking parking front-in back-in 等等 G牌就是考了高速公路 通過了 那你才有正式的G牌 那你過到來之後 拿著一張 form 有一張 form 然後過來 去Service Ontario 是的 如果拿著T320那張 form 你就可以去 申請校不市 那你就要給它一張 form 它證明了你有多久的駕駛經驗 如果有兩年以上 你其實考完不市之後 你就可以即時考那個 Full License 即是G License 哦 即是包括包括Highway 那個 是的 然後跳過一個層級 所以就快很多 咦 但有沒有時間限制 不是啊 你剛剛說是馬上 是的 考完不市就可以去考那個G牌 哦 OK 如果你沒有 即是這裏制度 你剛才說的 沒有就要考上G2 是的 這個Time frame 就會長很多 是的 但我們現在這個影片 純粹是說 你在香港已經有兩年以上的駕駛經驗 過來換車牌的情況 是的 所以你有車牌 就拿了T320 就證明了你就可以了 OK 然後第一步就是 你考不市 讀書 是讀書先 讀書 第一步就是要去讨讀那個不市 在哪裡做 是的 它的Official Guideline 就是MTO出的 是一本書 是讀書 要熟讀那本書 是的 所以以我們以前小時候的經驗 我們會找一些攻略來讀 因為攻略就是會 很多multiple questions 就好像不是這樣 是的 這本攻略還要是中文的 反體字的 中文 但其實現在很多 譬如有些app 或者你上網 可能都會有那些試題 你都可以讀書 但是如果你想保證一次過過程 我覺得都好像小樂所說 怎樣都要讀MTO那本書 你才會容易過過程 我想知道 考不市是否只可以一次過過程 還是它無限時可以原來這樣做 這裡很好 你只可以無限量這樣做 只要你每次付回手續費 你就可以不停考 即它沒有說 譬如你失敗了兩次 你就不知道怎樣等多久 沒有 完全不需要等 你可以不停考 考到pass為止 即你可以坐整天這樣等到pass 是的 還有它有不同language 除了如果真的不太有信心 去考英文 去考方法 是的 我知道它有中文 有French 總之有很多語言 所以那個 不市就不太好 其實十分之簡單 所以我覺得 讀了撥功率 就已經很足夠 即是你都應該 聽你的口氣應該一次過過 好 那天去做不是還有什麼要考慮 還有做眼測試 它的眼測試 其實只是看你能不能看東西 你能不能看東西 就叫你配眼鏡 我覺得這些 很普通的眼測試 即是好像真的炎眼 即是眼鏡普炎眼 最重要是戴回TD320那張 你又記得一定要戴那張4 那第二個步驟呢 通過了不市 那接下來要做些什麼 就去找師傅學車 你都會很推薦 一定要找師傅去補充 去學車 是的 始終這裏的駕駛方式 都跟香港很不同 很不同 左右軚已經差很多 轉右轉左都已經不一樣 你補充了多少小時 而且你要記得 小諾以前是在多倫多生活的 即是他以前已經在駕駛過車 所以他其實已經是有經驗 但我也想知道 你這次回來 你是補充了多少個小時 因為我上了那個 駕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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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會包10個小時的駕駛 即補充了10個小時 即補充了10個小時 你補充了10個小時 其實你是否已經很肯定 OK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個人就覺得是OK 而且不同 因為以前我考的時候 MTO還有很多Backlog 是簡單一點的 現在可能就沒有那麼簡單 始終要考得全 即整個過程都考完 還有很多人上網 甚至我師傅都說 真的有我們這些 一考考G牌的人 那個Examiner就會很嚴謹些 他說聲稱只有80%都會失敗 所以就是真的要補充 還有要找個小時 還有為何要補充呢 因為這個測試是一定要一次過通過的 如果不通過 不通過 就由G2開始 即是你要等 都不用的 都不用等 對 但是你要遊G2 即是你要遊小路 大路 跑到你的Parallel Parking 這些基本的東西 然後再去考G 其實雖然說不需要等 但其實你的整個項目都已經拉長了 所以記住 一定要去補充 還有要找一個好的師傅 至於我沒有師傅介紹給你的了 自己問問你身邊的朋友 或者上網做評論 去看看是否適合 那你考完筆試 再考上G牌 你是一踢過? 是 整個項目是一次過完成 這麼多 挺好的 好厲害 好厲害 我想知道 整個項目是多久? 我應該三個月左右 三個月 OK 快起來都可以再快點 因為我 馬上走 因為One Bus的時候 比較用工一點 而且我不是馬上有本工 所以就花多了一點時間 OK 有一個問題很重要 因為有些人會說 考路試的時候去遠一點 去補充 你是哪裏考的? 我在New Market那裏考 真的不是很遠 但你是不是真的覺得 那個考官是嚴重一點? 也不是 真的看起來很幸運 不過聲稱如果再遠一點 New Market又不是那麼遠 其實New Market真的很近 很多人都去 如果再遠一點 那些浮仔 因為小車一點 就簡單一點 New Market都可以 看看有沒有幸運 能否撞到一個好的檢查 OK 而且通常教車師傅 他可能會有一個 他們比較喜歡的地方 這個就要問你 教車師傅 謝謝你的資訊 記得在香港一定要拿一張照片 我已經忘記了一個號碼 所以你會寫在下面 是的 我會寫在下面 謝謝你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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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不想